在这边村子里面打听了一下 想看看谁家有院子出租的 然后大哥说他们家里就有 带我们过来看一下 看看要这样子 这样子穿过街道 平时也是这样子进来的吗 可以拿开 挺原生态 围起来的院子都是你们的 上面围起来的还是 那也有 这草地是挺大的 要多少亩 这有100多亩 感觉整个山头了 羊圈牛圈 这边是羊圈牛圈 住的话就住在这里面 里面可以简单看看吗 看一下里面 看一下里面 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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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子 房子就在里面 你好 你好 看一下里面 真的 里面就一个房间吗 两间 两间 就这里一间 就这里就面片了 两间 这两间 两间 这是老房子 像厨房也是在这个屋子里 这个地方就是八三年 挺原始的 可以看到原生态 漂亮是挺漂亮的 这么大地方 电是有的 但是这个 电是有的 水的话 它要从刚刚那个下面 下面那个河水那边 他们打了个井 共用的那种 就这个会比较困难一些 这比较麻烦 用水比较困难 所以要到下面去打 他说也可以通一个水管 通水管的话 冲过来估计挺麻烦的 这这个耗鸡半米 不知道好不好通过来 是的 我们都在那里 条件就是这个山上条件 都这样 山上条件都这样 每个谷里面都是这个漏 就这样子一个吐漏 第二个是 自然水的问题 自然水的问题 就水水有点不太好 想弄的话 要花不少钱才能弄它们 这还有一栋 这个很老的房子 还是以前的这个泥巴房了 这个房子里面 这边啥都挺好的 就用水不太方便 卫生间就是这种汗厕 刚刚我们是看了一个 超级大的一个草原牧场 大是挺大的 风景也挺好的 对本地的农场主跟我们说 他那边的租金是5万块钱一年 开价5万 应该是还可以少的 他说也有好几个人看过的 也是在考虑考虑 不知道他价格是不是给高了 我觉得价格应该是可以再低一点的 不过那么大 对于我们来讲的确是 不适合了 那水都没有 对水要从地上抽 电的话都还好 房子还要再建一点 我觉得那个地方作为穆加勒 穆加勒大点占房 两点东西 两点动物啥的 我觉得比较合适 现在如果有大老板的话 可以去投资一下 我觉得还可以 对挺大的一个草场 挺漂亮的 反正我们说我们是 我们是想着自己住的 他也不管啥就带我们过去了 一看这么大 我们有点傻眼 我说自住什么住 是啊 生活条件也不是特别方便 但是自然风光的 是的确是非常的好的 有山有水 我感觉那边真的有点像 那拉皮那边很像 有点好 越往它越往里面走 应该是越原始 以前我们都不知道 还有这么漂亮的 这里 但以后我们如果说 如果想露营 可以开到那家村子里面去 对 那也还挺美的 对 我们还得再看看 这个再爱心 风景美的地方 真的是可能条件又不怎么样 村子里那种 我们又有点不太喜欢 因为我们就想租一个房子 我们是自己住 自己住 然后感受一下当地的生活 我们要先去找地方加点水 这个草场好事挺好的 但是真的是不适合我们 还是来看缘分 加水去 找地方加水 这边水是不好加 现在这个季节 不在他们牧场里面 水都不太好加 对 现在这个水 水还没有完全化 应该是 走吧 哎呦 你天我们刚把车停下来 就来两条大狗子 哎呦 你笑到我身上狗位了吗 哎呦 哈哈哈哈 哎呦 直接趴车了 你这点 老眼就跑过来了 看到我们的车 哎呦 你看他 七没人看喽 哎呀呀 一花一大盆了 一花一大盆了 哎呀呀呀 走 那边爬 他上了下来吧 应该没事吧 拉着就好了 老眼都修到位了 他们的鼻子好灵哦 很搞笑 放大把下来看完 玩得了 乖乖啊 好朋友啊 阿满 人家两只哦 你小心一点 你一定能玩得起来玩 秀秀秀 老眼就修到位了 这狗挺自由的 玩得起来啊 老眼就修到位跑过来了 哎呦 来 大金金 大金金 哦呦 人家的毛颜色要大一点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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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 这两条狗子 就这样跟着大白跑了 主人也不管的 挺自由的 你们 这个大金毛 一直跟着大白屁股后面 笑死我了 大白一来就做老大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搞笑 就是跟着大白屁股后面走 主人也不要了 不知道是哪一家的 人家找人哦 我们刚刚一路找水啊 没找到加水的地方 看到这边有个景物站 旁边停车位挺大的 他就开过来了 问了一下 往这里面可以加一下 现在这个季节外面的公共厕所 都好多都没开啊 不太好加水 这边新疆这边好多正景物站 他们卫生间都是对外开放的 我们过来试一下 你看很热情 对 这边还挺挺好的 挺挺方便的 我们每次在找不到水架的时候 就试一下 从这还可以了 不是不漏 您看看那个漏不漏水 应该不漏 哎呀 加上了 看一下 哎呀 看一下水流大不大 还没有过来 加上了 这水流还挺大的 两个水 这边等计一下就好了 今天在外面转了一圈 我们又把车子 停回这个停车场来 这里还是蛮大的 蛮大的 人家还在这边放风筝 哼 因为你知道下面是干啥的不 下面那么多大棚子 他们都是那个啥 卖草莓的 拆拆草莓的 在这个你看这个好多这个车子后备箱啊 都拉着草莓啊 在这边卖的 看一下现在草莓怎么架 大房里的草莓 这是草莓 来拍草莓 王宫草莓 这么小 这么小一个 这是帮迪草莓 帮迪草莓 这下面种的呗 是那边 那边 那后边 那边种的 它是百芳菇 百芳菇 这个草莓才正常 多少钱一盒 这一盒是二十 二十一盒 那是小小的 这一盒是大 这个大的也是二十 大的三十 大的三十 小的二十 大的三十 小的是二十 草莓多里的 头里的拿到那个 这一盒是南山的 这一盒是小的 这四个全是小的 就这一个大的 就这一个大的 是吧 要大 要小的 要小的 听不听那个 田二十三 那下面采摘多少钱 一公斤啊 采摘60 采摘60 采摘比你卖的还要贵 这可贵贵 采摘可以采 你这有些有吃的 你这从前说到那种采摘150 那采摘给不给吃 给不给吃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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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长几个可以 不能放开吃 不能放开吃 放开吃不行 你还吃完 他自己吃了 一百克都吃不完 我来来就流血了 嗯 回车里洗洗吃 你也看的还不错 我觉得这小的好一点 他们说这个草莓 就是说能吃出草莓味来 就是三年口的 三年口的 不像很多现在市面上 很多草莓 就是说那啥 就是吃不出 已经吃不出草莓味了 南山这边就是草莓采摘源 还是蛮多的 对 等到夏天的时候 到时候我们去采摘一下 我觉得正常草莓的大小 自己种的话 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对 他说打药会少一点 我们到时候以后 也给自己种一点 所以你看人家种的 很大的很大的那种是吧 其实都是打了很多药的 这个他说他小的比较多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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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老爹胆会胖 胖子胖 胖子胖 鸡毛没事 对狗狗 对很喜欢小孩子 嗯 乖乖啊 哈哈哈 你们就是从 小狗 开过来的 小狗 小狗 出来玩不过还是要开房间 嗯 方便一点吧 就是 嗯 狗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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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走 狗狗 狗狗 拜拜 拜拜 回去吃草莓去了 反正这大风亂晃的 这风大 一下就放上去了 我们回到车里尝尝草莓 拜拜 笑嘻嘻 给大家先尝一个 刚刚刚用盐水泡了一家 嗯 嗯 哇 你看红 全红的 嗯 哇 好香啊 真的闻出那个草莓味了 哦 来 来 给你尝吧 哎呦 好不好吃 阿伯 你也尝尝 来 你也尝尝 我喂阿伯 你喂我 嗯 你喂我呢 阿伯喂我 哇 好吃 好甜的 嗯 那个草莓味好浓哦 是啊 就那个 它现在是已经熟透了 那种了 嗯 草莓味特别香 好吃 别看它那么小 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大的 对 无论来看这边 难怪草莓也这么多 好吃 去采摘 自己采摘的话 61公斤 那我们要不吃的话 那有点贵 哈哈哈 采摘的时候 我没洗过也不敢吃 对 老板说你可以吃 嗯 可以吃 不能多吃 哈哈哈 好漂亮 好熟透了 万一卖的都要提前摘 然后它会有点白白的 对 这个是唇红了 好吃 来 不打酸的这个 小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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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吃 吃完没反应呢 不好吃啊 有点酸酸的 酸甜口的 它不是说纯甜的那种 它酸甜酸甜是正常的 但我觉得很好吃 就跟自种的那种感觉一样 对 对 小鸽小鸽的那种 嗯